前面一个双影后面一个双影后 然后中间加end把它串接 然后再把变数放中间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筛选结果了 这个就是筛选 就是slate后面加一个会有的条件 那筛选的结果会放在哪里呢 会帮我暂时存放的结果放在哪里呢 myrs myrs这个物件呢 就是暂时存放我的查询结果的一个暂存区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必须把这个结果怎么样 读到哪里呢 读到我的我要放的位置上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后续我想我们再把它读过来之后的话 还在做什么事呢 再把它放 接下来读出来之后怎么样 这来就要什么呢 新增一个什么呢 新增一个地方 新增一个地方的话就是 这个地方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贴过来 所以接下来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全部复制 第六项也不用了 第六项把它delete掉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不用copy 然后要做什么呢 pass这个不用 要做什么呢 新增一个什么呢 新增 一个新增一个工作表 接下来做什么呢 把它贴上 贴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这一行 有没有 Range A1 把它什么 copy from什么 reco set 所以我把贴上 本来有一个贴上的 把它 把这边贴上 就是 再把刚刚的这个 RS 有没有 暂存区里面的 放在这里 把它读到A1 然后呢 自动跟我调整栏宽 再来 换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就好了 OK 比较精简一点点 这应该OK的 其他 也不用复制 所以这一行也不用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试试看就知道了 那刚开始 你如果不确定 到底会成功之前 记得也不要 很 直接按这个 因为这个很容易